中国疫苗专家陶里纳尔连续几天微博发文 并贴出中国医药集团疫苗的说明书 指中共病毒灭活疫苗重爱可为 不良反应多达73种 除了常见的接种部位疼痛、头痛之外 还包括十分罕见的高血压、势力减退 丧失、味觉及尿失性等严重副作用 并称中国的灭活疫苗 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 毕竟这是一个危险性的病毒 它没有办法在一个空间里面大量制造 这个病毒表面说不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个蛋白 会刺激我们不必要的免疫反应 导致疾病的效果变差 或者是说它的不良反应增加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其实大部分都不会去做 这个所谓的灰活性疫苗或者是灭活疫苗 大概只有中国大陆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国药集团旗下中国生物研发的灭活疫苗 去年12月30日或中共当局批准上市 深圳疫苗保护力达79% 不过中国国产疫苗因为没有公布完整数据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质疑 根据调查报道 就连中国医护人员都不愿意接种 阳谱区中医医院超过九成的医护人员拒绝打疫苗 在世界上都没有一个很透明公开的 那个中国的疫苗的资讯 所以我们对他不太了解 对身体是不是有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然后他发生的频率到底多高 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不过中国核心疫苗在巴西的三期临床试验 被巴西暂停 应有志愿受试者死亡 以及数百名中共央企的外派员工 接种疫苗后仍集体感染 日前中共宣布将安排在中国的台籍民众 纳入优先安排接种疫苗 对此陆委会提醒民众风险 并呼吁陆方不要将台湾人民 视为疫苗试验的试验品 新桃牙亚太电视 这一号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